Hello,大家好,我是欢欢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就是面试的还不错 等到最后HR问你你的期望薪资的时候 你说我的期望薪资是月薪10K 但是HR就告诉你 公司只能给到你60% 而遇见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是一块闹三上吊 还是我自横刀向天笑 其实这种HR压价的情况真的还蛮常见的 面对HR压价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HR压价的一个原因 原因呢无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种就是你真的高看了自己 你提出来的期待薪资和你的能力确实不相匹配 或者说你在面试过程中 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和优势尽可能去展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HR压价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测试 当你的期待薪资是10K 但是公司给你的薪资远远低于你的预期 这个时候公司在考察面试者一个随机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 比如说你的面试还没有结束 这个谈价一新的过程也是在面试的一个流程之中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HR压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压价 因为HR的本质工作就是用更少的钱来雇佣一个有用的员工 所以说呢应聘者在应聘的过程中被压价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应聘者尤其是应接生 一定要注意应聘求职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话虽这么说 但是应聘生普遍是不敢去谈薪资待遇的 我最初找工作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零售商的管配生offer 然后里面那个offer里面 只字不提薪资待遇 然后就要求我下周一去公司当场签约 然后我的同学告诉我 这肯定不行 一定要在签约之前弄懂薪资福利嘛 然后就给HR打电话 然后一刹在电话中就疯狂的给我说 这个公司的宏图伟业啊 巴拉巴拉画大饼之类的 最后的话就是拒绝了这家公司 因为薪资待遇确实不是很好 所以呢薪资待遇这一块 就是没有谁在弱势地位 合适就合适 不合适呢就商谈 商谈无果呢就拒绝 所以就一定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在摆正自己的心态之后呢 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 在他们的过程中要再次强调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礼貌地去询问一下 公司的薪资结构 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自己心里有一个数 在面试之前你对你这个行业这个岗位 大概的一个薪资福利待遇要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找一下普遍的市场价格 要找一些数据 你不能漫天要价 你觉得自己能月薪十万 那只是你觉得 所以说这个薪资待遇这一块呢 还是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那么那么这些数据哪里去找 你的能力怎么去突出 更多的面试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牛客网 你先把刀放下听我说完好吧 就是为什么推荐这个网站呢 就是第一个原因是 在我求职的过程中 我真的用过这个网站 而且现在也一直在用 第二个小小的原因 那就是我同学在牛客网做运营 所以本着肥水不流外人天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理念 我推荐牛客网 牛客网肯定会帮助你 解决一些面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然后为什么说可以解决 面试中遇见的问题呢 我同学说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下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牛客网上 有企业的真体 大家还记得我 为什么没有去B站面试吗 因为我说过 我没有通过B站的线上测试 就是连面试资格都没有 有这么多互联网大厂的线上测评 我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就唯独B站 一点开测评上面 好多贵处区的问题 我平时其实不怎么看贵处区的 不过现在看了 我妹妹喜欢枪弹轨迹嘛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然后现在满脑的都是 老公你快说句话呀 老公你说句话呀 这就是鬼出去嘛 爱了爱了 说好题了 就是大家在收到线上测评之前呢 最好去牛客网看一下这个企业的真体 避免像我这种情况发生好吗 第二个板块是牛客网上有专门的面试经验分享区 就是如果你想进什么金融行业啊 快销品行业啊 互联网大厂之类的 你就去搜相关的帖子 上面的经验还非常的详细 就大家面试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第三个是内推信息 就是工作了之后的学长学姐会在讨论区发一些内推的信息 然后你问我这个内推到底有没有用 我的理解啊 仅是我的理解 内推其实就是免出你的简历筛选环节 这个一般呢 是对非酒吧我的学生比较有用 我就这么一说 你别跟我杠 你说出身不好咋地了 没咋地 就是不怎么容易通过简历筛选环节 所以说你要进一些知名的企业的话 找一下内推码比较好 所以呢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网站非常的好用 就不只是我同学的原因 大家觉得如果有用的话呢 你就去看看 这个牛客网有PC端也有APP 最后呢还是那句话 狗富贵 物相忘 嗯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同学说这个视频 点多少赞 就会请我吃多少钱的饭 哎 还挺押韵 点多少赞 就请我吃多少钱的饭 哎 点赞